前年尼泊特台风重创了台东后 民众防灾的观念提升 但是预警性撤离的时候 民众没有合适的卧床 去年台东县政府积极地向 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 争取多功能的福汇床 基金会一共提供了360床 县长黄建廷12号 特别利用主管汇报的时间 感谢慈济的协助 并且和慈济基金会的执行长 严博文交换异象书 而这些卧床也将发送到 各乡镇施工所做防灾的使用 慈济基金会捐赠360床的床 县长黄建廷在捐赠仪式中 与慈济基金会执行长交换异象书 预警性撤离的民众 未来将有舒适的床可以用 来是代表上人来捐赠 我们所谓的多功能福汇床 上人看到这个难民 尤其是小孩子 就躺在这个非常适能的土地上 所以因此而希望 持续能够去发明一种 这个慈悲科技 能够携带轻便 而且又从环保回收回来的制成成品 那今天非常荣幸 这个成品其实在过去几次的风灾 已经都派上用场 那我们这次能够宣赠360床 我们也是非常高兴 希望是备而无用 在尼泊特重创台东后 慈济正言法师沉到台东关心灾民 看到民众睡在简陋的草席或木板上 让他十分的心疼 最后慈济设计出多功能卧床 县府也积极争取 此季共捐赠360床给县府 我们都已经分配到我们 16个乡镇市 主要就是要用在收容中心 因为过去需要收容的时候 我去看那个现场 很多灾民都要 在地上铺床垫或者是铺那个睡袋 其实对老人家来讲 上上下下蛮吃力的 那有了这个床以后 它就可以有一定的高度 很适合老人家 而且它是折叠式的 可以当床或者折叠成椅子 所以对这个我们将来的收容中心 就像言之一长讲的 最好用不到 真正有需要用的时候 我觉得是会提供很大的功能 这张床好像定价都上万了 这些卧床也将转发到 台东县16个乡镇市 让这些舒服的卧床 发挥最大的效用 也让灾民不再一夜难眠 记者潘俊伟台东市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